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蒜蓉大虾 这是我提前准备的虾 去掉虾腔 虾须 然后呢 开背 去掉虾馅 然后再准备一些蒜粒和葱花 在制作之前呢 咱们调一碗汁 适量的盐 不要放太多 半勺的白糖 适量的白醋 一点面酱 适量的酱油 还有醋 调匀 调匀了之后呢 加一点白水 锅热之后放油 放一颗大料 油落之后呢 下虾 炒至两面鲜黄 然后放入蒜粒 然后放入蒜粒 咱们提前调好的料汁 炒香之后呢 放入咱们提前调好的料汁 盖上锅盖上锅盖 焖两分钟 盖上锅盖 焖两分钟 咱们起锅 一道美味的蒜蓉大虾就做好了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顺便再转发一下 谢谢 谢谢